欢迎来到Joseph & Kelly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小谈VS Industry Berhad截至10月31号2021年的季度报表 截至10月31号2021年 VS Industry Berhad这家公司的流动性资金是属于健康的达到1.92倍 也就是手上的339M的现金 还有其他的一些债务是属于抵消他的所有短期债务的 截至2021年10月31号 我们可以看到VS Industry这家公司还是不断的在扩张 也就是我们可以看他Acquisition of PPE Property Plant and Equipment花了53M多来扩张他的生意 除此之外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他的最主要客户还是来自于马来西亚 接下来是Indonesia 最后是China China那一方面还是属于亏损状态的 但是比2020年的亏损5M来得好一点 这一个季度只亏损了3点多个Million Indonesia那一方面就比较有所增长了 从原本的68M多的营业额去到了79M 但是马来西亚的业务反而有所放缓 从873M下跌到了854M多 然而赚幅也是大幅度的下降的 接下来我们会更深入了解 在截至10月31号2021年这个季度的回顾当中 VS集团取得了9.68亿令吉的营业额 跟2020年也就去年同期相比 是减少了1910万令吉 主要原因就是马来西亚的业务的贡献是比较低的 税前利润也下降到了5030万令吉 同期是下降了3820万令吉 马来西亚的产能是受到了印刷电路板组件 简称PCBA的订单减少的影响 在这一个季度的主要客户 所以还有再加上组件中断的供应 导致马来西亚这一边的贡献是比较低的 还有除此之外 VSIndustry也为新客户生产的盒装产品的部分 是有抵消了这些影响 但是还是不足以cover完全部的 马来西亚分布的营业额 是小幅下降了1890万令吉 由于它的印刷电路板组件简称PCBA比较低 这个季度跟去年同期相比 与此同时税前利润也比上一年减少了4,170万令吉 对应相应的季度 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就包括了增加劳动力的原材料成本 新设施的更高的折旧就是一些impayment depreciation 新设施的设计成本 还有PICAS倡议下的工业疫苗接种中心 简称PPVIM 还有位于VS之一的工厂和整个劳动力的疫苗接种费用 都是让这一次它的营业额 还有它的税前利润减少的最主要原因 新钥匙也就新的一批的 它的boxing的一个批量生产客户呢 已经在审查当中的从这个季度开始 但是呢还没有到最佳的efficiency 也就是最佳的等级 这也跟供应列一度中断的营运呢有关 也让它的营运效率呢降低 所以在这一次呢 revenue下跌 它的profit before tax也跟着下跌了一点点 Indonesia的分布呢 还是继续取得更加健康的业绩 税前利润跟去年同期相比呢 是来得更加高了 却是取得了210万令吉 这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跟主要客户的销售订单增加是一致的 由于营运的保持不变 中国分布呢 在截至2021年10月31号的这个季度呢 收入也是比较低的 还有呢它的挑战性呢 在营运方面呢 是还是急剧着非常大的挑战性的 在没有任何的大订单的情况的支持之下呢 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的 中国的那个segment呢 是继续亏损的 但是呢 亏损在VS Industry的成本控制之下呢 亏损从原本的5.5个million呢 减少到了3.1个million多 VS管理层对于未来转望呢 就是在它的iPark生态Apple City的新设施 占地大约为413,682平方英尺 最近开始营运了 预计呢 在未来几个季度的生产利用率呢 会逐步的上升 这些iPark的生产地呢 空间已经完全分配给现有的客户了 为了配合呢 未来的产能扩张 VS集团已经于2021年11月份的时候呢 收购3块相近的土地 面积为386,381平方英尺 或8.9英亩的楼佛市乃土地 需花费30个million来作为收购 这些土地呢 是属于战略性的地点 因为呢 它附近是很靠近它的iPark市乃机场城的 这也将呢 使得他们密切的管理管控呢 是非常的不错的 在未来的土地运用当中 在印度尼西亚方面呢 根据现在订单的可见性呢 VS管理层预计呢 业绩还是会保持不变 而且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至于中国的营运呢 无论是成本管理措施 还是潜在的客户洽谈呢 仍然还是在继续当中的 VS管理层也是希望中国的营运呢 能够快点break even 就是达到take profit的那一个方面 毕竟呢 China每一次中国的那个厂呢 是一直在拖后腿 在亏钱的 展望未来呢 VS还是有成长性可言的 但是呢 危机也是有的 就是它可能的大客户那边 拿不到订单 还是什么都对这家公司呢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而且呢 最近它的股价呢 还是属于下跌的趋势的 所以如果呢 它会因为一些劳动力啊 一些Andy Hall的事件呢 也许到了很低点的话 跌破一块的话呢 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入手 就是进场的点 当然这只是个人的建议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毕竟VS这家公司也是属于老牌公司 在Boxing那一方面呢 也是有小有名气的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的介绍和分享的话 请按赞订阅分享频道 谢谢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股市上赚到钱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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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